快说 快说到底喜欢谁 你能不能有个 女孩子的样子 好 你嫌我不够女孩 那你喜欢一定是白莲花 是不是 快点说是不是白莲花 说的是不是白莲花款 清语套 对不起啊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实在对不起 叶昭玄 叶昭玄 你跑什么 老板 对不起啊 我刚接到清语报片的消息 本来想拿给你看呢 那你拿回来给我看啊 明天给你看吧 而且 刚刚我打清语的电话 她关机了 我打电话 我打电话 我 你怎么来了 来接你下班 你的包呢 饭在办公室忘拿了 那你赶紧去拿吧 我在这儿等你 不行不行 太尴尬了 太尴尬 走吧 走吧 什么尴尬 走吧 干嘛 走啊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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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齐总总 尚心 连玉尔 坐开 快嘞 Krit 好 早 西总好 西总好 赵局 你是跟老板一块来的吧 好 没有 我刚才跟他在电梯里碰见了 摔死我了 这椅子怎么在这 我们去买咖啡 你应该喝什么 活卡 谢谢 喝什么 一样 谢谢 好 菲菲姐 菲菲姐 威菲姐 祁囊在吗 在的 麻烦你 帮我把这个交给他 我 我来吧 那您是在这儿稍等还是 是 我没时间等他 把我的爱心午餐送到就可以了 双人份的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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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薇薇姐让我送过来了 她说什么了 她说这是给您的爱心查点 她没时间见您就先走了 还有呢 还有 说这是双人份的 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出去了 等等 我们家跟薇薇他们家是世交 薇薇 从小我们就打闹惯了 你别误会 我的意思是说 你没有撞见老板 在办公室里干什么坏事 所以见到我的时候 不用那么尴尬 另外这段时间 因为我们新系列的推广 薇薇可能会经常到公司来 如果她对你做了什么 奇怪的举动 你可以不理她 齐总 我有什么地方 让薇薇姐觉得不对吗 你没有 但 我有可能有 以后再说吧 你先忙吧 嗯 你先忙吧 还满意吗 我的爱心午餐 您的盒子里不知道装的什么药 我不敢开 满满意盒饭的爱意 我亲手为您准备的 我亲手为您准备的 你还不领情 太过分了吧 薇薇 你杂志的销量那么好 你不是应该很忙吗 你哪儿来的钱行管我的私事啊 我太好奇了 以前你都忙着润齐和陈氏 剩下时间全部都在找那棵红宝室 现在终于能有人让你哭哭红唇 我真是太遗漫了 所以 是叶昭爵 对吗 我也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当他那个面 打开那个盒饭啊 你明明知道的 还有什么事吗 你都这么说了 我哪敢还有别的事 对了 此话案我看过了 我会说服奥利亚接这个案子的 那就麻烦你了 拜拜 再见 这次的拍摄地点呢 我们把它订在外滩 服装的风格呢 是以东庄维员 这位呢 就是我们这次的主打模特 欧莉亚 今天策划案的内容 就是这样的 谢谢 我们的策划案 就这么决定了 接下来要进入 快速地拍摄期 各个部门 要跟广告策划部门 紧密地配合 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 老板是这样的 我们的广告部和策划部 去找欧莉亚开会 但是连续两天 都没有等到她人 那你们助理办公室 出一个人吧 这次的策划案 是我跟进的 我去吧 那好吧 你们大家把手上的工作 跟叶昭杰对接 散会 你没看广告部跟策划部 都往外推啊 你还主动迎上去 再说了拍广告 跟咱们助理办公室 有什么关系啊 就算你不接 老板也不会扣你工资 还能这样啊 对啊 那个欧莉亚 除了长得好看 没有其他的优点了 人品差 脾气坏 而且还不守时 经常拍热拍热 就毁约走人了 你就等着受罪吧 我听说她上次在后台喝水 自己烫着了嘴 一杯热水 直接就往朱莉身上泼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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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接了呢 咱也不能反悔 老板最讨厌 智能而退的人 再说了 那个欧莉亚难搞 也没有咱们老板难搞呀 好了好了 总之呢 好自为之啊 干活吧 干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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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宇贸易的实力 并不代表他们能够 带给润其利润 我觉得不应该把这次 价格战的胜负 都压在他们身上 嗯 话虽这么说 但是福田来势汹汹 现在只有寄望于 还宇贸易了 要不这样吗 我把翘楚派给您 所有跟华宇的合约 都让他做吧 我不喜欢 他的穿着打扮得太艳丽了 您这么说 不太像您的水平啊 你别给我扯开话题啊 像Vivi这样子孩子 你都不喜欢 我都要看看 最终 你带回来的女孩子 是个什么样 请进 设计部留了一组人 等你一出意见 他们就去修改 不用了 这个改动不大 我自己加个班就行了 让他们走吧 嗯 我要代表你去一个会餐 然后助理办公室四个人 都有家庭聚会 我不要紧 你们都走吧 好 好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本来 是一天前下班的 结果临时多了一项工作 生日快乐 不要生气了 你看 我做的寿司 今天早上六点就起来做了 票都买好了 行了 店快开眼了 赶紧进去吧 走吧 走吧 开始了 这吧 这吧 为什么要看这部啊 因为这部片子欣赏 听说狗北特别好 哦 而且特别活 嗯 喂 你好 喂 出去啊 我出去听啊 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是啊 我是陈属珠宝的夜召觉 我想运一下欧里亚 商讨一下 呃 策划案的具体事项 啊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工作电话 这是艾生第一次 见到苏佳明的名字 男主角好像发现 自己开始喜欢女主角了 艾生是真正的 他第一次见到佳明 并不是齐悦介绍的 这个就是女主角吧 这个是男主角 这个呢 是 这是苏佳明吗 这不是 空中送电话 公司打过来了 那我出去接一下 小行 认识苏佳明吗 少佳明 你再有笑一个 你再有笑一个 来来来来 在后面 不好意思啊 在后面 这 这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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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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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 您睡著 好好好 喂 喂 喂 您好 您好 不好意思啊 我刚刚有点别的事情 您说 丁一块 是吗 那个衣服您看得 觉得不合适吗 是这样的 我 是叫苏大鸣吗 搞得像吗 没有 平时都是你甩别人 还是别人甩你啊 没有 我平时都是你追别人 还是别人追你啊 真的没有 你长这个样 一定很受欢迎 你平时不照镜子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文婶 不好意思 是错了 家明不喜欢这样的 你想知道家明喜欢什么样的吗 他说 家明喜欢这样的 家明就别忘了 去见吧 家明就喜欢这样子胡的 你以为你会了解家明吗 你以为家明爱你吗 不好意思 烦死烦喝了 就是 你别说了 你以为我怎么讨厌 怎么能这样 你以为 搞不过你以前那些男人 都是真的爱你啊 这个世界除了我 根本没有人爱你 根本没有人爱你 您说 您说 您看了衣服是吗 是这样的 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因为呢 这是 这拍摄出来的话 大概差不多是在十一月份的时候才出来 所以是秋冬的季节 我们准备呢 基本上都是秋装和冬装的系列 我知道 我知道天气特别地炎热 现在因为是夏天嘛 但是因为我们拍出来的效果要好 然后面向的也是秋冬的这些群体嘛 所以希望你们能体谅一下 这个世界呢 除了我 根本没有人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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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就是因为 我知道他脾气不太好 所以呢 明天把那些什么风扇啊 包括毛巾啊什么的 全部都准备好 全部都要摆在那个地方的 还有导演 因为导演是那个 行 那我一会儿打给你 结束了 对不起嘛 我们公司的新项目 我 要拍一个广告片啊 我是整个项目的负责人 那个广告模特不得特别地难 你能不能不要 总跟我说你工作有多忙 我听你很烦 那你也有的时候 跟我说你画画的事 我的画是艺术 那我的工作就是苟且吗 你要那么想我也没办法 算了 我看你没有心思 帮我过生日 我走了 我是 哎 陈奕 喂 你好 我是陈氏住我的叶昭局 没错 您有什么 需要我解决的吗 有什么紧急的事情是吗 是是是 好 我知道了 我会不谢你 你会吗 我会 我去那边 我会 我跟得了 我官吓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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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